这么一个女人 她全球最性感的女人 贵贯得主 她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 NBA球星凯文·多兰特便急不可耐地公开表示 不想喝你的洗澡水 她擦过鼻涕的一张餐纸 居然被拍到5300美元的高价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竟然赢得如此多的赞誉 她就是性感女神史嘉雷·乔涵森 也许大家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但谈及黑寡妇想必家喻互相 2021年7月 该影片一上映 拿下了3900多万美元的票房 首周票房超过8000万 碾压玩命关头9 成为北美疫情期的票房王者 可还没等到黑寡妇下映 女主史嘉雷便一直诉讼状告老东家 迪士尼吃相难看 原来迪士尼除了支付史嘉雷2000万美元的片酬外 影片上映后 所带来的票房 以及分成一点都没拿到 其实资本与演员之间有过很多纠纷 但只有史嘉雷肯喊怨 甚至公开状告娱乐圈的巨头公司迪士尼 性感成为她的戾气 同时也成为了人们真正认识她的阻碍 除了性感 你可能对她一无所知 那么史嘉雷除了性感 还有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漫威系列中有许多英雄 短短几分钟的出场 根本满足不了角色的利益 为了弥补泯迷的遗憾 以及致敬漫威系列 迪士尼也曾数次给一些热度高的漫威英雄 单独开一个剧本 如洛基等 这些单人线的剧本中 大多数都是男性的英雄角色 在此基础上 漫威有了新的想法 她将黑寡妇这个女性角色放入单独的剧本中 让之耀耀生辉 不过 史嘉雷与老东家的缘起 还得从钢铁人2的黑寡妇谈起 作为一部合集流量热度与人气电影 美国无数演员为了该影片的选角 争破脑袋 而黑寡妇这个角色 可以艾蜜莉布朗以及史嘉雷为两大阵营展开讨论 演技了得的艾蜜莉 凭借穿着Prada的恶魔 获得全球奖的最佳电影女配角 且1.7米的窑窕身姿与黑寡妇这个角色很合拍 本来是一拍即合的事情 但由于当时的艾蜜莉与福克斯有新的片约 便未能出演这个角色 于是黑寡妇这个角色便落到了靠着文艺片 爱情不用翻译的史嘉雷头上 彼时的她在大众眼中只是一个性感女星 漫威英雄加注在她身上 看着就很突兀 所以漫威于2009年3月宣布 史嘉雷将出演黑寡妇角色时 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大多数网友都是持否定状态 从外景上来讲 1.6米的身高与超级英雄的配饰度就很低 再加上史嘉雷一直以性感漂亮出圈 让大众在既定思想里 觉得她是个花瓶 称不起女英雄的人物设定 随着叫衰的人越来越多 史嘉雷也倍感压抑 发誓一定要让大众另眼相看 为了让大众对黑寡妇这个角色一眼万年 史嘉雷把头发染成了红色 为了贴合角色 她进行了数周的高强度训练 每天荒费长达12小时进行格斗和体能训练 在为期数月的拍摄后 《钢铁人2》问世 黑色紧身衣包裹着紧致的身材 凹凸有形加上鲜狠熟辣的武打动作 一头飘逸的红色长发更是令人看呆了 彼时《钢铁人2》票房大卖 史嘉雷的黑寡妇角色更是被无数网友捧在心间 从此属于她的时代就此展开 靠着蜂拥而至的热度 她接连拍摄了不少大女主电影 片酬翻了数十倍 并成为北美有史以来电影票房最高的女影星 我变得越来越渺小 她低下头想要遮住红肿的眼睛和鼻子 但又觉得于事无补 随即抬头用近乎哭腔嘶哑的控诉道 我意识到我从没为自己活过 我只是让她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电影《婚姻故事》这段近四分钟的镜头里 史嘉雷扮演的妮可 在面对离婚律师时 将自己多年来不断为丈夫牺牲的委屈 心酸甚至愤怒淋漓尽致的倾诉出来 她几乎素颜的脸上满是泪痕和眼圈 浑身透着一个女人为离婚伤心劳神的疲态 失焦空洞的眼神 让人感觉到她不仅仅渴望突破婚姻的枷锁 也在寻求突破内心的枷锁 屏幕上的憔悴女人 让你几乎认不出那个又美又撒的黑寡妇 这个全球最性感的女人 居然有如此细腻的演技 事实上 史嘉雷在三岁那年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喜欢的是表演 当别的女孩还在拿着洋娃娃扮演过家家 她已经认定了自己的梦想 并对着镜头开始练哭戏了 和好莱坞密切相关的家世 给了这个长相漂亮 爱唱爱跳的小女孩 推荐试镜的机会 八岁时 她就成功起跳处女作 在纽约出演了舞台剧《鬼变》 搭档是因电影春风话语正红的伊森霍克 随后 史嘉雷开始在各个片场打酱油 不同于别的女孩 在电影里总是扮演可爱 这个还在掉牙的姑娘 连笑容都透着一股莫名的成熟 我只会在自己小小的快乐的世界里 幻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她13岁的身体里 幼着30岁的灵魂 导演劳伯瑞福注意到了这点 她给予这个小大人出演电影 轻声细语的机会 史嘉雷扮演因车祸失去一条腿的女孩 格雷斯 她犹豫孤僻 心事重重 却有明媚的双眸和丰富的内心 超越年龄的演技 让史嘉雷凭借该角色 获得多项希望之星头衔 那年她只有14岁 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甩掉娇憨可爱的童性帽子 今天你是the new hot scene 明天就会沦为the old hot scene 这滋味可不好 于是 史嘉雷参演了游离于美国好莱坞 公月电影模式的导演 科恩兄弟的电影 缺席的男人 没有人猜到 她会选择这种错综复杂的 诡异故事当作跳板 在内敛沉稳的黑白光影下 史嘉雷扮演的格丽塔 兼具少女的纯真 和成熟女性的魅惑 这成为她彻底转型的标志 当别的童性 还得为保持风格忧心忡忡的时候 20岁的史嘉雷 已经打破昙花一现的魔咒 成功开启了属于她的性感时刻 对比史嘉雷的作品 想必大家更关注的是她的美貌 毕竟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有时候 性感美丽是把双刃剑 观众只记住了外在 却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 就如很少人知道 玛丽莲梦露36岁的人生 曾经读过400多本书 而且经常写诗 她的文学才华 连海明威都要大家赞叹 按道理说 长得漂亮的人谁都会喜欢 就连老天爷都格外偏爱 史嘉雷九岁参演喜剧电影 浪子保镖杀出重围 在大众对这个金发女孩念念不忘 而后她在亲亲姐妹花中 饰演阿曼达 并获得美国独立精神奖的 最佳女主角 有作品拍 有一定的热度 似乎是很多演员渴望的 但史嘉雷不这么想 彼时的她想转型 于是电影缺席的男人中 史嘉雷穿着一身洛丽塔 既能饰演出少女纯情 又绽放出成熟女性的双重魅力 随后的爱情不用翻译 更是让她把25岁迷茫少妇 饰演的淋漓尽致 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 发育情止于欲的表现 让史嘉雷再次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的提名 如果缺席的男人是她出圈的第一部 那么爱情不用翻译 以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就是她成名的勋章 后来的黑寡妇 更是异曲而天下文 从此 史嘉雷有了一个享誉全球的名号 寡姐 一旦热度高了 名号响了 与之而来的便是尊重 早些年 以花瓶出名的史嘉雷 穿着吊带晚礼服 还会被男主调侃 甚至遭遇贤珠手 如今成为好莱坞一姐的她 学会了反击 当记者问出各种身材 时尚等极具轻蔑的女性话题时 她能强势C怒 你觉得她21世纪梦露 人家却砍断后路 让你看看什么是 21世纪独立女性的典范 当女人沾染上政治和权利 那么她就变得十分危险 在周六夜现场栏目汇总 她嘲讽伊万卡和特朗普 是一丘之鹤 2021年2月 《泰晤士报》曝光好莱坞 外国记者协会 也就是金像奖的举办方 存在道德和财务方面的失衡 引起网友热议 5月 史嘉雷斥责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 声称该协会不尊重女性 甚至多次骚扰以及歧视女性 随后 史嘉雷还公开抵制金球奖的开办 更是带动了一场 以娱乐圈为首的女性权益保护战 她在成为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女演员时 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们为什么不想一下 好莱坞片酬前十中 为什么只有一位女演员 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史嘉雷 是她身上闪闪发光的特质 也是她在男权之上的年代里 她杀出一条属于女权的大道 不甘心躲在男人背后的梦露 而是靠着自己采取 自己的演技 一步步走向成名的黑寡妇 如果说黑寡妇是影片塑造的Superman 那么史嘉雷便是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 你们呢 是不是也喜欢这位性感女神 华姐呢